很多人才看寶寶哭了 就覺得他餓了 但其實寶寶哭的原因有很多 最常見的可能是 他已經太餓了 這時候反而沒有耐心好好喝奶 所以我們要學會觀察 他們肚子餓的反應 寶寶肚子餓最簡單的觀察方式 是看他們的嘴巴 當寶寶開始吐舌頭 舔嘴唇 或出現髒嘴咀嚼 吃手熟 甚至轉頭的主動馴乳反應時 媽媽就可以預備好哺乳知識 親拍寶寶 提醒他們準備開始喝奶囉